接连传来三个好消息 华为未来的路平坦了 华为在芯片领域的突飞猛进 让老美认清了自身的劣势 二者可以说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过度执着于先进工艺的研发设计 忽略了匹配制造工艺 华为芯片被断供的现状 也将成为媒体的未来 在芯片遭遇全面断供之后 华为并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想尽了一切办法解决芯片问题 除了开启全产业链布局之外 还成立了哈勃投资 诸如专项资金用于扶持 本土优质的半导体企业成长 在展开多领域的布局之后 华为在应收方面也逐步回升 近期接连不断传来了三个好消息 有效地解决了供应链方面的问题 未来的道路已经逐步平坦了 芯片规则还能阻止得了华为吗 在芯片规则的不断升级下 国内想要获取EUV光客机几乎不可能 华为对于芯片的发展方向 也只能做出调整 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了颠覆性技术上 试图摆脱对于AR4M的依赖 目前已经在堆叠工艺 光子芯片以及超导量子芯片上 取得了多项核心的技术专利 受到芯片断供的影响 华为手机业务营收几乎中断 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华为在汽车业务 商用中端 5GTOB业务上持续发力 逐年递增的营收份额 也保证了每年不低于20%总营收的 研发经费投入 进入到2022年之后 华为的一切也变得顺利了起来 特别是在手机业务方面 余城东官宣 供应链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之后想要购买华为手机都能买得到 而Mate50系列的背货也证实了这一点 年内销量预计突破1000万台 总销量有希望突破3000万台 一旦华为出货量回归 鸿蒙系统将更加势不可挡 据统计目前搭载鸿蒙的用户 已经突破了3.21 在开源鸿蒙交由国家接款之后 已经有1000多架的企业 加入到了这个大家庭当中 而在近期华为再度传来了三个好消息 在保证平稳发展的同时 也有效地扩大了产业体系的延伸 首先就是对于5G专利费的收取 对于拒绝采用华为5G设备的企业 目前华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 把之前欠下的专利费全部要了回来 之后想要继续授权 就需要继续缴纳相对应的费用 华为拥有着全球最多的5G专利 注定了没有哪一个国家 能够绕开布局5G网络 而苹果 三星等等手机厂商也无一幸免 根据专业机构推测的数据 截止到年底将会有3.5一台设备 搭载上华为的5G专利 按照之前的规定是 每台缴纳不高于2.5美元的授权费 但面对老美的阴晴不定 华为决定效仿高通 之后授权费将按手机售价的比例收取 随后就是华为和OPPO达成了 专利交叉授权协议 而和高通 莫基亚 爱立信之间的合作 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的 全球至少有20多家企业 和华为展开的合作 OPPO能够进入到华为的合作体系当中 足以证明这家中企已经足够强大了 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任正非的预测应验了 韩西已经成功传给了台积电 本月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 举行了浩浩荡荡的遗迹典礼 并且在会上确认了 将富美建设3纳米工厂的消息 这也直接成为了焦点 国人更是痛责其没有血性 台积电也将变成美积电 张忠谋态度的突然转变 背后肯定是有隐形的 富美建设3纳米 投资额提升至400亿美元 年产晶圆量将达到60万片 这是否出自于自愿 其实美企彭博社已经给出了相应答案 任正非此间表态 全球经济持续衰退 未来十年将会更难 将寒气传给每一个人 把活下来作为主要纲领 而这股寒气已经成功传给了台积电了 这一观张中谋 刘德因能够度过呢 台积电富美建设3纳米 引来了国人的嗤之以鼻 但整件事显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光线亮丽的背后注定会带来诸多的麻烦 作为全球最顶尖的芯片厂商 全世界的目光在这里聚焦 基于重塑半导体产业链的老美 自然会想尽办法控制这样一家企业 面对芯片规则的不断升级 老美是铁了心要掌控台积电 在刚失去华为订单的时候 也曾倾其所有反抗过 但换来的反倒是变本加厉的限制 随后刘德因就转变了策略 开始顺着老美的意思来 而张中谋在背后唱反调 让这场戏变得更加真实 虽然台积电是台湾上的企业 但显然也想保持企业经营的自主性 赴美建厂并非是本意 但面对老美的咄咄逼人 又急需稳住美企客户保证营收 只能被迫答应无理的要求 在赴美建厂之后 老美自以为掌控住了台积电 面对高出本土50%的建厂费用 非但没有给出对应的补贴 连之前的很多承诺也都反悔了 台积电一开始是挺生气的 但又放弃继续建厂的打算 但好在并没有意气用事 随后拖延了正式投产的时间 为本土争取到了更多突破的机会 而美眉彭博社针对赴美建厂 有着不同的看法 其表态 台积电建设的不过是落后的技术 前面投产也仅占到总份额的2.85% 根本难以满足本土的需求 最终还要依靠台湾省的产能 经过仔细分析一下 还的确是这么回事 2024年投产5纳米 2026年投产3纳米 而届时台积电早已拥有2纳米以下工艺 的确改变不了美本土地区的产业现状 而这样的做法却能很好的稳住老美 为自己争取到稳步发展的4年时间 这样想来就好接受了 但台积电的真实处境并不乐观 3纳米产能因为成本过高的原因 已经被苹果和英特尔拒绝采用 只能延迟了量产的时间 而三星的工艺却如期量产 并且采用的还是最新的GA工艺 如果在技术上被赶超了 台积电后面可真就没有推路了 不过对于台积电而言 三星暂时还没有什么威胁 根据市场的反馈 三星的3纳米工艺量品率仅为20%左右 显然这和采用了先进的工艺有关系 和台积电的50%以上 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但面对芯片市场的整体变化 这股寒气也成功带入了到了台积电内部 面对手机 电脑科技属性的下降 没有颠覆性的技术诞生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消费者的购机热情 高端芯片的市场需求不断下滑 对于过度执着于先进工艺的台积电而言 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除了3纳米没有订单之外 7纳米订单也陷入了困境当中 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 产能利用率已经不足50% 而听劝的中芯国际 接受了国内院士的建议 不断地扩充28纳米芯片工厂 时代的机遇让机转得盆满不满 而台积电为了满足成熟工艺的生产需求 不得不把高雄的7纳米工厂 逐步接入28纳米芯片的生产 将高端的生产限用于中低端芯片的生产 无疑在成本上会大幅的增长 伴随着智能汽车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等产业的崛起 根据专业机构的预测 成熟工艺将能够满足90%以上的需求 而这对于中国市场而言是好消息 但对于台积电可就是一次危机了 和台积电紧急启动日本工厂的建设 很有可能就是应对这一次的产业危机 你们觉得张忠谋 刘德因能够度过这一关吗 方放宽了对中国芯片的限制 如今有些中国企业已经不再受影响 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也是美方企业 战胜美官方的一大力争 由于华为此前推出的麒麟芯片 让世界为之震惊 美方对此更是忧心忡忡 他们害怕中国半导体行业将就此崛起 更害怕自己好不容易拿下的霸主之位 就要拱手让人 所以此后美方使出各种手段 威逼利用多个企业放弃与华为的合作 那个17台机电就在美方的施压下不得 为华为做代工服务 此外荷兰的ASML也被禁止 不得向大陆出售先进的EUV光刻机 而且美方本土企业更是被官方限制 不得与中国有芯片和相关业务往来 美方试图通过这种方法 对中国芯片发展来一场全方位的围堵 不得不承认 美方的这种举动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 中国芯片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进步 但同样它也让美方本土企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直至如今 中国大陆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中国大陆对芯片和光刻机都有着旺盛的需求 而在中国大陆所生产的诸多芯片元器件 在国际市场上也能卖出更便宜的价格 低价优质使得中国大陆在全球芯片市场上 越来越有竞争力 自从美方对中国大陆进行了芯片断供后 那些知名的芯片相关企业都迫于压力放弃与中国大陆的正常合作 其中也不乏一些美方企业 可在他们对大陆进行限制时 缺一使得他们资深的经营发展出现了问题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 在遭受美方打压限制的这一过程中 中国大陆加强了中低端芯片的自主研究 甚至实现了自己自足 这也更能帮助我们摆脱对美方官方的依赖 得益于国家对相关科研事业的政策与经济支持中芯国际 在本年度终于完成了 从28纳米到14纳米支撑的重大跨越 这也直接将我国半导体制造能力提升到了新一等级 同样长江储存的闪存芯片也有着优异的表现 这不仅让它突破了中国芯片发展的桎梏 还让它在整个国际社会也颇受好评 可即便如此 但美方出于狭隘的思想 仍禁止美方企业同中国半导体正常交易 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现在美官方的这种做法 已经招致了各个媒体的不满 比如美方官方出台里有关建制本国企业 使用中芯国际芯片的做法 就遭受了美方商会和诸多贸易组织的联合反对 他们的态度也很坚决 若是不能使用长江储存和中芯国际的芯片 他们将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 而这是他们不愿意也无故承担的 面对这些美方企业坚定的反对态度 美方官方不得已做出了退步 他们宣布不再对民用通讯商品 使用中芯国际和长江储存的芯片和闪存 做出限制 但在卫星和军事领域 美官方的禁令尚未解除 其实美方官方现在做出的这种决定 对中芯国际以及长江储存来说 已经是重大成果 当美方断供政策开始松动 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将继续激励 中国半导体企业拿下新发展成绩 就拿长江储存来说 他们生产的闪存芯片 不管是价格还是性能 都对美方企业充满吸引力 与三星、美光、海力士等传统老牌企业差距也不大 当前长江储存的产能大概能达到10万片 这占全球市场的4% 但伴随着长江储存逐步扩产和政策的松动管理 预计2023年长江储存产能有望超过英特尔和美光 达到10.8%左右 另外现在荷兰的阿斯迈也不断向中国大陆施示好 这都凸显出中国大陆市场对他们的重要性 现在美方断供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 这都将成为促进我国芯片半导体行业发展的有利消息 同时也有望让中国半导体企业在此后占据竞争主动地位